教授說法 ovee 故事 靖安娜 郭芬莉 王子 靖安娜 路上 錫躍 靖安娜 曼芬莉 曼芬莉 平凡 靖安娜 王子 錫躍 靖安娜 王子 李永 brakes Virang 金王子 城推 剛才看到30年前 米特孝梓莉 若干的影像 那個時候 很多人還很年輕 包括三十年前 我也很年輕 心中有很深的感受 作為老事件的當事人 董事長 三十年後還活著 然後再去回顧看美麗島事件 我想感受特別不一樣 我是日本美麗島事件是臺灣建築 可以說是1947年自治法事件後 英雄臺灣民主社會的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我很幸運能夠在三十年前 參與這麼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 雖然這個過程讓我們受傷 讓我們家破人亂 讓我們很多人受苦 不過我們現在再來看美麗島事件 我會認為能夠參與這樣的歷史事件 作為一個臺灣人 我能夠參與這樣的事件 做一個臺灣人的女兒 我還是覺得非常重要 也是覺得非常非常的願意 我想美麗島事件 剛好我是明天早上的五點被逮捕 我們是12月13號 1979年12月13號早上五點 開始大逮捕 我會認為在美麗島事件中 讓我有特別的感動 還是一直認為臺灣的人心 還是充滿了戰力 從來不是在恐怖壓迫中會退縮 第一個我想感受到施明德在逃亡的期間 那個時候的臺灣社會充滿了恐怖 糟糕的糟糕 整個社會可以說很害怕 如果那個時候沒有任何一個臺灣人敢站出來 救援施明德 支持施明德 我認為這樣我覺得臺灣不及了 因為在恐怖中 幾乎所有人都是自保退縮 但是我今天作為30年後 我再來看 我們那個時候非常感謝 有那麼多的朋友 那些勇敢的臺灣人 那真的是勇敢 包括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高俊宇牧師林文貞長老 包括我看到黃昭輝林手機 高文博書等等 他們這些人敢在那樣的環境之中 都漲出來保護市民等 我會覺得真的是臺灣不及 臺灣一定在任何困難壓力中一定會過渡 一定會繼續混淆 我第二個感受是 在那種其實臺灣的知識分子 在30年左右 是非常的冷漠 我想這樣的冷漠 是因為在恐怖的氣氛之中 我們都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 但是我想當美麗島事件發生 我們還是看到 有一群臺灣充滿正義的新世代 美麗島的律師 願意敢站出來 為美麗島事件辯護 我也認為這樣對臺灣社會來講 這個意義也非常重大 如果在那個時候 臺灣的一項 受到專業訓練的新世代 沒有人敢站出來 替美麗島事件 充滿新伴 替他們免 我也覺得 這類的臺灣人要走這條路 那就相當相當的坎坷 我們非常感謝 臺灣那個時候 還是有美麗島的律師群 願意葬出來為美麗島事件辯護 當然我會認為臺灣的社會 我也看到 我很年輕的時候 就接觸臺灣的政治犯 臺灣的政治犯被 坐牢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出來 坦白說 不是家破人亡 就是欺禮之善 坦白說 我們的社會 從來沒有給他們什麼關懷 我們的社會 從來對於那些為臺灣受苦的人 是害怕 或者冷漠 或者從來關心是不夠 但是 這些美麗島這些政治犯 在我的那個年代 我想他們都活在非常辛苦之中 對臺灣的關心 內心關心 但是 他們幾乎沒有那個 不知道要怎麼做 就是在欺辱中生存 但是 美麗島事件以後 我看到所有當年的政治犯 幾乎都站出來 每個人都繼續關懷臺灣 雖然那時候我在坐牢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如果說我建敵官 堅毅 堅毅不再能夠炸 所有的人民從沒 恐懼恐怖 不再讓所有的人 因為要追求 比較公平合理的社會 建議不再使他們忘之卻步 就是說 怪你死 怪你死 然後 我們看到那麼多人 不會因為坐牢 或者是還繼續在受苦中 然後就不敢反抗 我認為 這個社會 絕對是有希望 我想今天我對臺灣的信心 也是來自於三十年前 我的親身體驗 親身體會 山山民來臺灣社會 有太多太多的變化 臺灣能夠從過去 充滿著一個一言討 從過去的萬年國會被打破 萬年的全世界最長的戒嚴力被我們打破 我們主張開放黨禁 報禁 這樣的理想 可以實踐 我們認為 總統應該直接明顯 不再是臺灣人遙遠的夢 都已經實踐 我會認為 真的 我們有很多理想 透過美麗島事件 真的是多一一呈現 但是臺灣今天也面臨了很多很多的危機 臺灣自由民主 人和對臺灣政府主張 都順便尊重 不過臺灣很嚴重 有很大的危機 我期待今天是三十年了 邀請這麼多的學者專家 用不一樣的角度 激素的角度 法律的角度 國際媒體各種不同的角度 重新來看美麗島事件 希望帶給臺灣社會 因為美麗島 三十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也許那個時候 我們充滿浪漫 熱情 但是可能沒有做最好的準備 但是歷史的潮流 該來 就要來 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要承擔 但是我覺得三十年後 我們希望大家 從美麗美麗島事件 有新的開始 當臺灣面臨 今天主權的問題 臺灣存在的問題 臺灣能不能 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在這個 整個繼續 能夠造 所有臺灣所有的人 所謂臺灣人 得以在這裡生存 真的是這兩三年 要看大家 希望藉著美麗島事件的回顧 讓大家有更多更多 從歷史之中 來重新做一個檢視檢討 同時不忘記當時的理想 就是我想民主不媚 我們要理想 繼續往前走 我想我在這裡 作為美麗島事件的當事人 還活著 然後 來三十年後 能夠回到高雄 擔任高雄市長 在美麗島事件的化身地 再次跟大家說 非常感謝 希望臺灣民主理想 臺灣人的力量 能夠美夢成真 謝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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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十分之間 我愛說三件事 頭這件 就是 競爭臺灣 我們一個自由是無夠 我們一個國中心 參加全世界的科學的比賽 在那個圖海比賽中間有45個國家 258人參加 人的那六位在這十多歲到十四歲 這個人 大家提到四個金牌 兩個金牌 這樣有好嗎? 我們是最優秀的臨座 宋憲哲 我們是最高級的史提供羅斯 自由之室的那邊 我們必須全世界的地面 這個人是真好的世界 但這天天台灣的國家 我們有完會過過期 你來做三三理來的這千秋 我感到心不感到 讓這三三理的流感 我心裡不可憐 恰恨可憐 沒想到你 我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